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讲整个亚洲股市都很弱 相对台北股市还是算比较强 你看整个上礼拜五道琼跌59 其实59点没多 59大概只有0.2%而已 我们今天也是0.2% 所以道琼的59点相当于台北股市跌20几点 台北高西下落20几点 大家也知道不多嘛 是不是 那反而半导体比较强的 礼拜五的NASDAQ跟分成半导体是涨的 半导体是涨比较多 这里面是在涨美光 美光因为财报发布还不错 美光大涨 好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日本最多跌到300点 跌了1.5% 这是跌比较多的地方 南韩跌0.6% 比我们多 新加坡跌0.4% 香港跌0.6% 这个跌不都比我们大 大陆是跌比较小 大陆上海是平盘 深圳是0.2% 所以大陆是比较有撑的 那其他像香港 日本 南韩 新加坡都比较弱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也受到今天亚洲股市 普遍弱势的影响 所以今天一直 红盘上不去 一度涨上去没多久就掉下来了 那台北股市相对比较强 原因 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 今天台币是大幅的升值 台币涨了两角 2.5角 新台币的波动 像汇率的波动 照理讲 正常情况下 一天都不会波动太大 因为汇率的波动会影响到进出口 你如果过度的波动剧烈的话 那个进出口商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这比较麻烦 你说慢慢的涨 慢慢的跌 他们还可以用一些 期货的方式来做风险的规避 你如果速度波动过大的话 他们是没法走的 没法走得更快跌 那个暴露在高风险之下是蛮麻烦的 一般来说 台币一天的涨跌幅 很少会超过一角 只要涨跌幅超过一角 那个都是大行情 那今天台币升值了2.5角 这代表什么意思 台币的波动也是市场交易的结果 台币如果贬值 那是不是代表 很多资金从国内转到国外去 不管是台币换成美金 或者换成日元 或者换成欧元 也就是说 钱从台湾流出去 所以台币就会贬值 相反的 如果钱从海外流进台湾 从美元换成台币进来 或者从日元换成台币进来 这样台币的需求就会比较大 比较高 因为大家都在换台币进来 所以台币需求高的时候 台币就会升值 像今天台币升值了2.5角 代表今天很多资金 从海外汇回来台湾 不管是外资或者台商 总而言之资金是进来台湾的 那像这种资金进来台湾 这个对股市都是利多 对股市都是利多 所以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有经验的投资人 你把股市跟会市 你同步看你会发现到 都是同步的 股市会市都是同步的 交出来给大家看 所以今天台币大幅的升值 其实对股市是有称的 我把股市跟会市 同步弄给你看 这个是经验 你如果会这样看的话 其实你在判断上面 对你帮助会很大 我把台币跟股市 把它摆在一起给你看 所以很多时候你在分析的时候 你要眼观世面耳听八方 你看这个是上面是台币 下面是加卷指数 台币往上走是什么 是贬值嘛 对不对 贬值是往上走 你看台币贬值 股市是下跌的 有吗 是不是同步 由上往下台币是升值的 对三个杀升值到三十 股市是一路涨 所以两者之间它是同步性的 所以像我来说 我随时在分析台股的同时 我会同时看着台币的走势 这准确率是百分之百的 你看你最近这一波来说好了 最近这一波从过完年开始 1月1号开始台币从32.3一路升值 到今天剩30.2 台币整整升值了两块钱 两块钱不小了哦 两块钱相当于是已经升值了7%了 台币升值了7% 股市呢 是不是相当于从9000点 一路涨到现在9000 有没有 很清楚 这段期间台币是相形整理 股市是不是也是走相形整理 都一模一样的啦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 你在看股市的同时 你要看会市 两者之间可能一两天 不见得会一样 可是整个趋势 绝对都是同步性的 那今天台币大幅的升值 股市反而小跌 因为受到亚洲股市弱势的影响 可是台币如果强势持续的话 那么台北股市随时都会在供 持续上都会在供出去 所以今天台币升值 一天升值的两脚 这个大动作 你要特别注意 代表着整个市场资金 一直从海外汇进来台湾 资金一直从海外汇进来台湾 这个对股市来说是有利的 你要注意 好那今天台北股市 在台币大幅升值之下 反而是下跌了26点 因为大家没信心 所以可能八百几岁而已 很多人看到亚洲股市在跌 所以相对的都不敢买 所以导致于大盘市场没有量 你知道这个市场虽然外资在控盘 可是外资占总市值 占总成交量 大概三千而已 你看现在加权指数大概28 28兆29兆 外资的总持股也不过才4.2兆而已 所以外资的总资金其实占台北股市 只有18%19%而已 每天的交易量 外资顶多占三成到四成而已 主要的力量还是靠 我们投资人的力量 那投资人如果没信心 大盘量就会出不来 对于整个大盘的攻击就会受限 今天虽然跌26点 你看涨的加速181加 跌644加 平盘76加 所以可见的个股的波动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跟大家讲过 你不要被指数给影响 你的数量跌到余 你的数量都是跌的高平行胸 都是在个股身上 选对股票操作就对了 选对股票操作就对了 指数到九千九 很多股票都涨很高了 你看台积电 台积电涨的不高吗 台积电涨的不高吗 大力光 3008大力光 矽清波 难道不高吗 指数 它是所有股票的加种 指数再高 代表很多股票都涨了一大波 所以你在选股上 你就尽量不要再去挑那些 已经涨很高的股票 尽量找底部的股票 你的安全性才会有 后面财户有机会做补涨的行情 你看到这个地方来 你买大力光你也赚不到钱 你看这两个里面 这两个月以内 你买台积电你也赚不到钱 你看我买 我买底部的股票 它就能够赚钱 3037 我买底部的股票 它就能够赚钱 有差吗 差很多 虽然加权指数是所有股票的加种 可是市场资金钱不够的时候 一套资金在类股之间 在轮动 在轮动 所以随时会有 涨高的股票 随时会有在下跌的股票 随时会有底部刚起涨的股票 就看你怎么样选择 像今天很多人一定要讲这支 今天一定正常在说滑邦店 因为今天报纸在大幅报导低论 报导滑邦店 所以滑邦店今天成为市场焦点 二十四万点 正常在对滑邦店 今天我相信很多老师会去讲滑邦店 那我就会想啊 滑邦店对几个家里 滑邦店从六块钱涨上来的 你们为什么六块不买 七块不买 八块不买 九块不买 十块不买 涨到十五块了 已经涨了一点五倍了 反正大家拼命在这里买 之前这里都不买 只要外卫 便宜的时候都不买 专门在追高 越高大家越是强 那结果呢 会不会变套了 很有可能哦 股票会涨也会跌 你看联发科 你看联发科 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对联发科每次 两百涨到六百 六百跌回两百 两百又涨到六百 六百又回两百 又来五百 又来两百 很多人两百都不买 地点都不买 涨到五六百拼命抢 你看他的日线就知道了 看日线就知道了 每次在地点的时候 地点的时候大家都不买 涨高都拼命追 那一套到下来 都要套好几年 联发科买四百几块的 到现在存两百几块 到现在存两百几块 四百几块 当时还会回头 不知道 不知道 你长期看我节目 你有没有发现到 我从来不会跟你讲 涨高的股票 今天旺宏也是啊 旺宏也是啊 今天旺宏涨停啊 今天旺宏涨停啊 今天旺宏都在说旺宏啊 因为今天报纸大部片 大片不在报道旺宏啊 华邦店啊 所以台湾都在堆啊 那你看旺宏从几块钱上来的 堆两块起来 两块你不要买 三块不买 四块不买 五块不买 六块不买 现在十块啊 十一块钱了 快十一块了 拼命买 涨四倍啊 起四倍啊 你吃都不要买 都没用 这里都不买 到了这里拼命抢 如果要这样升股票 我就说股票费钱就不告诉你 因为你永远在追高嘛 永远都在追高嘛 追高不是不可以 追高你要懂得退 如果追高又不会退 你扎板急都掏着高点 你自己看你的股票是不是 都在追高 你看我节目哦 我从来不做最高的股票 我都从底部开始做的 2383台光电 我52块 53块吃败的 90块没掉 他在整理完再供出去 我就不碰了 台光电现在在120 你有听我在跟大家推荐台光电吗 没有啦 我推荐的时候是这个时候 52块5还是3块 是不是 56就汉语博德 我们当时开始买的 10块已经开始买的 比方还21块 到21块 我有叫你再买吗 没有啊 可是这里盘完之后 我这里又开始买了 过完年18块钱 我又开始买了 所以你要养成那种 从底部开始 找股票的习惯 你要养成 从底部开始做的习惯 才不会每次一买 都买到高点 你看2448 经电 对18块 下个春20块 你在上面买的 全部都要套 都要套很久 我在底部买的 我在底部买的 你看给你一碗料不尾 过完年24块钱买的 买完之后 三天就喷出去了 三天就喷出去了 这样就37% 这样就37%了 这个压回 压回就压回 我不会说 因为压回就不敢跟你讲 行情管不能 起起落落的嘛 趋势 趋势才是重点嘛 你知道经电外资 还是持续在加吗 上个礼拜五 第二个礼拜五 外资继续加码经电 外资继续加码经电 2300张 光是上个礼拜 买了33000张 目前还有空单 目前还有空单 9800张 这个鸿空调的 随时都能够穿出去 3037 星星 你看星星 从60跌到 从60跌到10块钱 我没有叫你在这里买啊 我等它跌深之后 底盘出来了 我再开始接 你追高的 你套得很惨啊 我在底部买的啊 我一律都是买底部的 你看站上年线开始买 13.7 两个礼拜时间而已 16.9 我上星期五十六块盘买 我有说 我买得到这部里面我有说 我们16.5卖 你看今天剩下 15.6 我们上星期 上星期五十六点五卖 今天剩下16.5 很漂亮啊 再买回来 这两天再压低 我会再买回来 我还买到哪里 因为它才刚进入主生坡而已 才刚进入主生坡而已 因为上礼拜五量太大 所以来回做一下差价 外资还是在加码 上礼拜五 外资加码了 1900张 三月份总共买了15000张 净值27块啊 现在15块而已 那你底部买是不是很安全 底部买是不是很安全 所以我的操作 你们长期看下来 你会发现 我的勾评 我的节目跟其他老师不一样 其他老师每天跟你讲的都是 今天大涨的 给你最強的股票 给你涨停班的股票 可是往往明天一跌之后 他就不讲了 他就说对白回去了 所以你每每买到 就是最高点套到 最高点套到 到最后都是住套房 那我讲的都是底部的股票 我都说底部的股票 可能今天不涨 可能今天下跌 可是你给他时间 他一个趋势出去 30% 50%你都贪得到 我们直买底部的股票 我们直买底部的股票 最近整个市场上都是消息面 因为所有的年报 这礼拜全部都要抓 所以完全都是个股的行情 你看今天年报发布 2915 润泰全 一开就跌停班了 润泰全去年很赚钱 他很八口赢 可是公司不发股力 可能有一些因素 比如说填补之前的亏损 问题是 你可以用公积金来发 你可以用公积金来发 他每股净只有22块钱 累积获利公积金有一个股本 你可以拿这个来发 就看你的意愿而已 你老板人家挡身 拿别人的钱做生意 赚钱还不分给人家 这种心态 你还就不喜欢投资你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一开要跌停班 今天有很多4984 这也是啊 今天年报一发布 就跌停了 就大跌了 所以最近都是财报的一个行情 1262年报发布 创历史新高 这水息的哦 今天是大盘弱 随时会出去 4552 这今天年报发布 也创历史新高 10.8历史新高 也是撑住 现在随时会出现 随时完全是个股的行情 个股的天下 你一定要选对财情 6422 这也是 获利7块多 7.2也是历史新高 现在大盘弱打出来 这是底部打出来了 这么大底部打出来了 随时会出去 像5315 这是四块钱 底部打出来了 这么随时会攻跌 1599 这也是底部打出来了 这么大盘弱打出来 两章啊 这么随时会攻跌 所以现在有很多 涨高的 有底部的 你一定要找底部的股票 要找大盘弱的股票 1340 对 获利创历史新高 获利在高峰期 股价在底部区 对200块都在 200块跌到剩下50块 你看底部打了半年 打了半年的底部 礼拜有财报发布之后 冲出去 差一点点年限没有过 今天大盘弱压回来 那这个就是机会啊 对不对 你不趁压回买 你趁什么时候买 每次都在追高 我们今天也买58块的啊 我们近期55块 56块吃完没的 今天又买58块的 押回来 对的股票 押回来找低点买 专买底部的股票 底部大赢家 专买底部的转机股 我现在有五档 刚从底部要起涨的 有五档 刚才要追低部去的 我们现在有 499吃到饱的 让利活动 499吃到饱的 让利活动 这是绝对便宜啦 其实你不用去省这些小钱 你的数量还是重点 你看金电 一档金电而已 一个月时间37% 100万 37万 50万 18万 这个都不是问题啊 这个不是重点 你能不能赚到钱才是重点 3037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二十几% 两个礼拜 就二十几% 这个会费都不知道 起来几次了 不知道起来几次了 所以利用 我们现在 499吃到饱的活动 跟上我脚步 让利活动带领你 布局底部的骑长骨 底部的骑长骨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网织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